很多人一提到自律 那么第一印象一定是身材管理 饮食管理 其实我们对欲望的自律 对心灵的自律才是最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感觉不自由 其实这并不是外在限制了自己 而是我们自己的诸多欲望在互相制约 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得到彻底的满足 相比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欲望的克制才是自律的根本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凡事随缘 那么要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忘得了 就要去除私心杂念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心性的空无 任何事情摆在眼前 我们要做的是不带任何的情绪 只是观察事情的本身 我们要跳出自己来看待问题 这样你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 凡事不要带有任何我们自己的主观色彩 你如果能够控制住你的内心 那么你必然能控制万物 感恩大家 我是优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